也为该片增色不少 吕良伟扮演的犯罪头目 和他的犯罪团伙 而古天乐扮演的 则是甄子丹 安插在吕良伟身边的警方卧底 片中范冰冰饰演的是 古天乐的女友 两人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感情戏 而许晴则扮演 一直和甄子丹对着干的女上司 就像甄子丹以往的经典作品一样 破军也是一部不折不扣的男人戏 为了突出甄子丹的招牌功夫 编剧甚至特意删去甄子丹 所有的感情戏 让他专心舞打 而一直非常向往拍打戏的范冰冰 这回却依然很失望 其实这个戏里面 原来跟子丹也说 我其实特别想演点打的部分 但是就比较难 他就觉得女孩子打起来太辛苦了 而且他教得很辛苦 他偷懒不是我偷懒 他说那你就 你就演一个文艺片式的爱情故事也挺好 既然捞不到舞戏 那就专心供文戏吧 虽然电影刚开拍 但聪明的范冰冰已经学会了几句像样的广东话 难怪上下都很喜欢他 大家好 我是范冰冰 我好喜欢你 没关系 反正拍戏的时候都会讲 对 当天的活动上 很多媒体都注意到 曾子丹身边做了个新人 但都没有太多留意 有趣的是 曾子丹居然忍不住向媒体要求关注 原来这个女孩可是大有来头 我真正是我太太的妹妹 真的 那 那 她是我小一了 小一 也是 这个 在这个戏里面第一 第一趟演戏 她演一个警察 也是我的 对 我是她上司了 那你们靠近点好了 靠近点 在破军中 曾子丹除了担任男一号外 更兼任监制和动作导演 可见对这部戏非常重视 我们中国电影报道也会继续关注影片的拍摄进展情况 敬请关注